第六十六回 帖摩勒騎著黃標馬,剛剛落到山牛 見前面一大堆人當中,有展元收在那裡 心裡頭好奇怪 於是雙各一甲馬倒,就直向前面走去了 這個時候,從那些爭論的聲音當中 忽然聽到一把很熟悉的冷笑聲 嘿嘿,小姐,你想要人家的姑娘,又不管人家的老爸 天下哪有這麼好處的事 鐵摩勒心頭一震,說話的人咬口轮轉臉過來 哎呀,整隻大猴子的樣子 沒錯了,你認得他了 這個人並非別人,原來真是精精疑 只聽到展元收他就說,你胡說什麼 記得,我和你們整水不犯河水 我展元收雖然不是什麼英雄鴨士 但是卻不能夠為虎作殘 貞貞兒就笑著說,哈哈哈哈 誰不知道你想要黃白通的女兒 你既然在龍眠谷裡救了她的命 為什麼不幫到底?哈哈哈哈 為虎作殘?你罵我不要緊啊 這句話,即是連你外父都罵了 鐵摩勒也勝呼喊,黃標馬好像一隻賤一樣直標過去 那些人突然見匹馬飛過來,都嚇到一跳 貞貞兒兩眼一番大聲說,哈哈哈哈 好小姐,原來是你啊 說時時那時敗,鐵摩勒已經翻身落馬 殺聲,拔到八劍出來,他就說了 貞貞兒,你這個本國賊很大膽啊 竟敢來到天之腳下的地方 你又在想害什麼人啊? 貞貞兒大笑著說,哈哈哈哈 鐵摩勒,我知道你就要去做御前示威 知道你還沒曾上任,就要跟皇帝老兒賣命啊? 哈哈哈哈 鐵摩勒聽完,不敢大氣的驚啊 他想,郭子儀沒給我做御前示威 是很秘密的事來的,貞貞兒又怎會知道的呢? 貞貞兒笑聲一收,跟著冷笑說 哼,憑你的本事,你要跟皇帝老兒賣命 只不過都還沒曾夠格啊 話音都沒落,猛然就撲上前去 手掌一番銀,一把寒光閃爍的匕首已經握在手中 只要向鐵摩勒刺過去啊 鐵摩勒知道他匕首鋒利 長劍一招春雲炸展,避開了前面 側致他條腰 貞貞兒又說了 哼,陸林世家,鐵崑崙的兒子 來到御前示威,真是認真出奇啊 貞貞兒一面出言諷刺他 守帝功夫思毫不慢啊 就在這斬斬眼的時間 他的匕首已經連續攻出七招 照著都是招呼鐵摩勒的要害啊 鐵摩勒生氣啊 他就說,我聖鐵的跟皇帝老兒賣命又怎樣啊 好過你跟那些臭達子胡人賣命啊 一邊傲,手中長劍洗到一招雷電教轟 這一招是磨鏡老人的獨創劍法 張劍呢,就幫刀來洗的 光碼之中又帶著幾分的油鏡 確實非常厲害 正正而不敢跟他硬接失營一閃 來劍劈空了 正正而猛然得到鐵摩勒身背後的冷冰冰地說 你這些話拿來罵我? 那你就罵錯人啊 原來正正而本來就不是漢人 他是西裂康居族列戶的一個師生子 一生下來之後就被拋棄在深山夜靈之中 是散終的夜人將他養大的 冷笑聲中正正而出手快如閃電 匕首藉著鐵摩勒的後心 幸好鐵摩勒應變得及時應變得機警 一劍磁空就反手一了 咣的聲響 跟貞貞兒的金睛短劍碰到精 雖然鐵摩勒的長劍崩了個口 但終於化解了他這一招 鐵摩勒長劍揮武使出了864招龍型劍法 由於長江大河捆捆而來 正正而連續衝擊了好幾趟 只能不能衝破他的防禦 鐵摩勒除了救氣救力之外 又勝在有股銳氣正所謂初生之毒不為苦 仗然是面對著强過自己的敵人 鐵摩勒依然奮不顧身 功多首少 鐵摩勒既來勢兇猛 也真的不敢跟他拼命 這個時候 站在一邊的鐵摩勒兩個本 看見這樣的情形 突然一起拼上和兩翼夾攻 鐵摩勒本來想說不用他們幫忙 只要那兩個人已經搶先話了 我們知道你們也不用幫忙 但是這樣的小字是我們當家的神人 在龍眠谷中他老人家就差點被這傢伙打槍了 所以我們這樣就是為了當家報一劍之仇 這個人講說話有點漏口 這兩個人都是黃白通的心腹勇士 一個善寒叫做韓金 一個叫做凳車 韓金使的是三折棍 凳車使的是後背剁散刀 都是很重手的兵器 他們一加入來 真正而即使如虎添翼 鐵摩勒對付真正而一個人 已經難以抵抵 何況再加多兩個高手 在激戰之中 凳車一刀斬到 鐵摩勒橫劍了風 將他的奪衫都當過一邊 這樣一來中間就露出空門了 真正而見右肌可乘 急往起身逼近 備手一聳 閃過一道南光 直至鐵摩勒的胸口 就聽到噹的聲響 鐵摩勒身上的軟鑑就被那把刀截過了 劃出了一條傷口 皮肉損了當行鮮血直流 染到整件衫都紅了 貞貞兒 嚇一聲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好爹 備手盆船飛舞 再次鐵摩勒 這一招就更加厲害了 竟然張鐵摩勒的喉嚨 但就在这个时候 静静怡猛然觉得后边有金人壁龙之先杂过来 他省睁了 知道有高手承虚刺他背后的大月 静静怡真是小得 一个盘龙妖暴伸人弱起 后边刺离的剑就落空了 而他的匕首依然直取铁魔能 这样一来 他刺出的匕首的力度就没那么大 准头也差点小小了 剑锋紧紧穿过他的衣服 这几早就来得很快 静静怡站穿了脚步 这样才看清了袭击他的人 原来就是展元收 静静怡生气 姓展的 有此理话 你手指咬入不咬出 展元收作说 一来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二来因为我是汉人 他不等静静怡再说 跟着又上去 又是一点刺过去 静静怡气得呱呱声 但展元收的武功也相当厉害 他的剑法虽然没有铁魔力那么好 但功力就好过铁魔力 静静怡情怡怡 静静怡两个人同时夹攻 尽管是好生气也好 就尝死定了 韩经和凳车两个人急忙过来帮手 这件展元收反手一剑 跟着一掌拍出去 厲害了,這個是劍底夾掌的家傳殺手,這兩個人怎麼撐得他住呢,就聽到咖啡的聲音,什麼事啊,韓經那條三折棍的頭一折就已經斷了,是被他一掌劈斷的,凳車就更加慘了,虎口中到一劍,後背鳥山都也是脫手飛了出去, 展元修的大聲說,看在我師妹的份上,我不殺你們,你們快點滾吧,韓鄧兩個人見展元修反面嗎,誒,迷他了,知道展元修的厲害,也知道他的來劣,就算是微傷也不敢惹他,何況也確實不是他手腳,當下兩個人哭喪著臉,就退出戰圈,一邊走一邊說, 大女衝莫龍黃庙,自家人打自家人,只不過他們都是左右為難,沒辦法,之後才回去品告當家, 別怪請書兩位失陪了,正正而哼到一聲,備手用展元修一字冷冰冰的, 哼,你还敢提起师妹 我看你还有什么颜面去见她老爸 展元修大声说 这个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郑郑儿很狡猾 跟她说话的时候突然一早单碰朝用 避手已经指到展元修的胸口 铁魔力早就盯着郑郑儿的动静 一见她移步换招,马上长剑一发 扶着郑郑儿的后心就刺过去 郑郑儿没办法,脚搶一旋 转了半个圈,备手的拖 画过展元修的衣袖 响一声,又刚刚挡住了铁魔力 从后边刺来的青钢剑 这样一来,铁魔力的剑又多了个缺口 展元修说了一声,多谢铁锦 不用客气 剑占一起,合成一道远户 坐着使出剑中夹掌的功夫 向郑郑儿猛攻过去了 这两个人同心协力,双剑齐飞 逼得郑郑儿吐气都吐不过来 打到一阵 突然间,在激战之中,啪一声响 郑郑儿中了展元修一掌 接着又被铁魔力一掌刺中她的肩头 就差半转就跳穿她的琵琶骨了 正正而飘出一身冷汗 她心想,哎呀 这个姓展的小姐已经瞎下心腸 反面不认人了 她是展大梁的儿子,我就算能够杀了她 展大梁这个强兽也怎么都结不得 她都没想完,展铁两个人双剑齐刀 正正而匕首一封,失言突然到央 手中的匕首,先撞上铁魔力弓尼的青光剑 借着果股猛力,去世更加快 等到展元修的长剑刺离的时候 连她三角都吐不住 正正而大声说 成展的小姐 今天暂且要你 我见到你,再跟她说售后 说完十一声,就撂走了 好了,晶晶仪走了之后 这里再说展元修帮铁魔力包好了伤口 再次向她道歉 铁魔力笑着说 哦,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也向她借过伤助之恩 接着,两个匹黄彪马摆手说 妈妈,你都不要再发生了 不是得到展天啊 你和我都派到那个大献献的独手了 黄彪马也认真好懂人性 摇头摆的走过来 好像很懂得表示意识前言 展元修咬喀声大笑 跟着面色又沉了下来 他就问了 我妈她怎么样 铁魔力就说了 他打不过黄普松和韦月两位老前辈已经走了 展元修又看了铁魔力一眼 然后才怡怡牙牙地问 铁兄 你落山的时候 在半岛有没有遇到我的师妹呢 铁摩勒就说 是 我正想问你啊 王姑娘在哪里呢 我以为她和你一起来的 剪完手整面都红了 她就说了 她是为了你 才想断闻岩的 我 我为了承传她的心愿 才一把火烧到老家 还要扶人带口信给我娘亲 铁摩勒这样才明白 是在展大梁跟踪自己的时候 王燕宇也跟着追到出来 而展元收拾下王燕宇 还不能够劝阻她娘亲 所以才叫扶人带口信 而这世人都不再见她娘亲作为要挟 阻止她娘亲向自己下毒手 然后伟家毒手 避免和她们见面 铁摩勒就很怕展元收会误会 她就说了 断云岩上边 没有见到王姑娘的踪跡 既然是这样 那展兄你还说快点去找你师妹吧 展元收叹到一口气就说 是 铁兄 我的意思你还没明白 我这一世是不会再跟师妹一切的了 展兄 你跟王姑娘本来就是天生一对的 你喜欢她 她也喜欢你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呢 展元收就说了 你怎么知道她喜欢我呢 铁摩勒就说了 是这样的 她曾经亲口对我说过 她已经答应了她娘亲愿意嫁给你的 你她娘亲还没告诉你 展元收听完 神思十分尴尬她就说 铁兄 我师妹喜欢的人是你 你要不要这个是你的事 我已经明白了她的心意 尽管我喜欢她 但我怎么都不会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但愿你能够好好地对她 铁摩勒由于不懂得说话 哎呀急啊 急到额头的青筋凸出来 那么 那么 展年 那么从何说起呢 我 我 她本来想说 我已经定了分的人了 但她转念一想 若我这么说的话 又更加增加展元收对她的误会了 既然是定了分了 又何以会忠意黄焰雨波 急迟之间 一时都不知道讲什么才好 至今展元收 讲了一声失陪之后 总以翻身上马向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铁摩勒正成为策马前追 展元收忽然从马背上拧转过头 又大声 铁摩勒 我忘记了一件事 你就任了御前侍卫是不是 蒸蒸仪他们要趁长安混乱 官家屠难之际 刺杀皇帝老二 你要小心点才好 原来展元收在半老撞见蒸蒸仪 正是蒸蒸仪从长安探听到 朝廷虚实动静回来的时候 蒸蒸仪因为 他怕不够帮手 所以才想说服展元收 参加他这个暗杀计划 展元收听到这个说话 不过又是一外 尽管他本身好不想和皇帝做保镖 但既然答应了师兄 就要尽忠尽责 听到这样的消息 他就更加着急了 铁摩勒再想 就算是追上他也不知道讲什么好的 就只好导仙真重 没转马头接往长安而去了 一路无话就说到长安 又是黄昏时分 只见长安街道一片混乱 那些人拖蓝带蕾 喊虎喊佛四位的乱传 更加有很多流亡趁火打劫 种种混乱的情形难以描述 铁摩勒见到这样的情景 也不禁有些惊慌的心想 难道皇帝老爷已经摔了脑 他快骂加鞭 在长安街上冲开人群 急迟而过 也不顾得什么官家的规矩 好快就来到紫禁城的外边 但见紫禁城的城门紧闭 铁摩勒大声呼叫 城头上没有人理他 根本就当他没来 猛地向他射箭 没了解 铁摩勒只好纵马跑开 正当他在街上奔跑的时候 突然见到有几个官兵 心里头一动 还抹追到一个官兵身手 就把他捉住提上马安就问 快带我去见秦都尉 不是的话就拿你的命 是 长官 我没你这么大力很痛的嘛 快带我去 知道了 各位 到底铁摩勒能不能够见到秦都尉呢